今天是我第一天做實習室內設計師 其實自己很緊張 究竟我的同事和老闆的為人是怎樣 我要做甚麼,以及我需要休息 最重要是我坐在哪裡 歡迎你,Andy 謝謝你加入我們的公司 Samuel,你好 其實我有一個問題很想問你 很緊張 我想問你工作室的設計概念是怎樣的 我帶你進去看看我們的環境 好 整個辦公室的構思 都是想要一個空間的連貫性 是 所以你看到這裡除了必要的地方 還有一些房間之外 其實所有空間都是打通的 包括我們進來的圓關位置 公關部位置 以及這裡同時工作室的工作室 都是用一些比較小的間隔的家室 令整個空間比較通透 以及不同地方工作的人 都可以有聯繫 即是我也可以放鬆一點吧 沒錯 好,但我看到那裡還有一個廚房 很有趣 那我們一起去看看 好 這裡就是公司廚房 即是你剛才所說的廚房 這裡是廚房? 沒錯 很完善 Samuel,你會煮東西吃嗎 會,所以這裡是有充足的廚房設施 其實做到這樣的程度 除了我們可以用得舒服一點 還有客人來的時候 他們想看一些關於廚房的東西 這裡也提供到一個地方 讓他們去研究一下 Samuel,你除了老闆之外 還有大廚房,真的很漂亮 為甚麼這裡有一個廚房 我們又過去看看 這裡就是剛才你說的廚房的物體 其實這裡的第一個功能 是給員工的休息室 即是大家在休息室、夜室 要休息一下 可以進來,可以用這個地方 有電視、有遊戲機、有漫畫 可以放鬆 對員工來說 我想也是一個不錯的地方 當然了 另外還有一個用途 這裡除了是休息室 還可以當作一個板房 讓客人去看 這裡就展示了很多 跟我們公司有關的設計方向 例如地板 這隻地板是我們自己做的 顏色可以自由調配 我選了一隻 比較中性的顏色 比較白達的顏色 但也有些質感 客人從這隻可以看到延伸性 可以有多大自定性 另外這裡顯示了一個空間的佈局 其實這裡大部份的傢俬 都是在香港一些大型的連鎖傢俱店 買得到 並不是一些很訂造 說要是自製的傢俱 變成了鋪羅大 容易去賣 容易做到 這個空間不是十分大 但亦可以讓客人看到 只要擺位相對地適當 偏排得好一些的時候 一些現方街買到的傢俱 一些大件的傢俱 譬如這張梳化很大 大概可以坐六個人 都是可以收到 這個只有百多呎的空間 我相信現在普遍香港 很多客廳都是一百呎左右 亦即是跟這裡差不多 就可以好好地展示 如何擺放一個好的空間 運用空間 還有書櫃 所有配置 你都會看到 好像訂造的大小一樣 其實亦可以帶出一個訊息 只要你的空間 在你裝修之前編排得好 所有東西訂得好的時候 整個空間就很好用 知道,這個空間那麼舒服 看來我遲些也可以慢慢享受 很棒 其實這個位置不是只有這裡 裡面還有的 不如我們一起進去裝俗吧 即是這裡不是真的嗎 真的是一隻門 這裡還有一個睡房簾 衣帽間的空間 但為甚麼衣帽間沒有櫃 因為其實你可以揭開這個布簾 看看這裡 這裡已經取代了衣櫃 很多你在一個衣櫃裡 需要有的配件 都有的 其實這個特別是睡房的部分 睡房和衣帽間的環境 我正想帶出一樣東西 就是現在坊間有很多現成的東西 可以直接買來使用 不需要刻意去訂造 這個空間其實做到一個… 雖然很漂亮 裡面有五呎床 三邊落床 很舒服的環境 這裡有一個挺闊落的衣帽間 其實這幾樣東西 不是特別用了很多錢 就做了出來 真的用了一個很便宜的方法 就形成了這個空間 裡面還有一個挺完善的洗手間 也是我們用批水泥 沒有鋪到任何磁磚 所以整個空間的成本都降到最低 這裡就做了一個很合理的價錢 做了一個很不錯的環境 空間這麼大,很想在這裡住 Samuel,可以在這裡住嗎 不行,因為你要先工作 好…我先出去吧 好